好 要再拿 想要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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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 我才是 你才是 我才是 你才是 這個女生 你爸爸 妳知道嗎 妳不感謝我 妳還照著這個舞台 妳還照著這個舞台的舞蹈嗎 妳這樣感到 妳這樣感到嗎 妳這樣感到嗎 我們女兒子女兒姿勢 姓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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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我來問我 妳是來自貴手不太差 說真的不可能的事情 我不要睡覺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妳女兒子… 妳根本不知道 妳女兒子在想什麼 妳還給我出門 妳這樣害妳女兒子 害妳女兒子 害妳女兒子 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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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女兒子女兒行我 不可能 妳明明不可能 妳女兒子女兒是親身上來 妳女兒子女兒 妳女兒子女兒已經我十八歲 妳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我女兒子女兒 妳在幹嘛 我是熱套才知道什麼 妳聽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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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聽什麼 妳在哪裡 我一定給妳女兒子女兒行我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一定要給妳女兒子女兒 妳聽我講 長那麼醜又那麼老 她丟我錢 她是你爸 妳怎麼可以這樣講 她根本什麼都不是好不好 講話都要客氣一點 妳給我閉嘴 老師是關妳什麼事啊 妳給我做好 這邊沒有一個事 妳給我做好 妳給我閉嘴 她是哪個女兒子女兒 這邊沒有一個事 她是哪個酒店的 誰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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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才不夠格 妳敢說沒有 沒有 妳敢說沒有 沒有 妳竟然做這種事情 妳要怎樣 竟然做這種事情 聽我說 我幫妳鑑定過了 她沒胸部 她沒胸部 她沒屁股 妳敢說 她沒有胸部也沒屁股 什麼料都沒有 妳可以丟了啦 妳真的很不要臉 什麼不要臉 妳沒有 分手的一台 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 是話不說不明 人的一生當中裡面 許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收看我們分手的一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兩性作家 呂如中先生 大家好 大家好 呂中 好 第一位介紹是我們的藝人 黃子榮小姐 今天大家都很嚴肅 來探討一件事情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惠美 好 惠美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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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自我介紹一下 來 我叫惠美 今年43歲 43歲 今天要委託我們什麼樣的事情 我要看她的朋友 我先認識她 她又跟我們女兒子 是 是 老婆吃有多順 妳們女兒子今年幾歲 我們女兒今年幾歲 我們女兒今年18歲而已 18歲而已 這個男女兒幾歲你知道嗎 對 我們女兒27歲 好 相差27歲 既然交了一個 這麼年輕的一個女朋友 也就是我們惠美的女兒 我就是要跟我們女兒伴 我就是不可能就對了 是 差27歲有可能的事情 不可以做這種事情 對啊 跟女兒子 過了要怎麼搞定 是... 不是我... 不是我男兒子的問題 妳女兒子也是一種問題 妳怎麼不跟她研究 是跟她講過 跟她講過 她就要跟她講過 跟她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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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歡迎正好 來 妳青菜公公 什麼老牛吃釀草 我跟妳說 我跟妳女兒子是真心最愛 我跟妳女兒子是真心最愛 請妳 妳不要跟妳講過 好嗎 我跟妳女兒子是真心最愛 妳雞子就笑了一聲意思 妳 那女兒六年 18歲妳要跟她講過 妳知道嗎 妳女兒子 妳如果帶我們刀 吃我們刀 我等於說 娶一個女兒子 妳知道了嗎 妳不感謝我 妳說 妳說 妳想像這個舞台 妳想像這個舞台 在舞蹤看 妳這樣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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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說 慢慢說 妳感到妳會怕舞蹤 正好 好 妳跟她 妳跟她的惠美的女兒相處一段 半年的時間對不對 是 好 年紀相差幾歲 27 是 那妳不覺得說 妳當得起做她的爸爸嗎 妳還跟她這樣 這麼年輕人交往 難道 難道妳沒有聽說過 是 愛情是不分年齡 不分國界 是 對不對 沒有距離的 是 我跟她女兒小三是真心相愛 好 今天站上這個舞台 我只希望 李媽媽能夠成全我 好 是 希望 放一條深入 也放一條深入 讓她女兒走 所以妳覺得她女兒是愛妳的 就對了 是 裡面是兩情相悅 是 這是妳跟她騙不可能 什麼叫她愛 什麼 妳好心想每天賣一下 李大太 我跟你說 下次 有這個榮姓 我還要叫妳一聲 葬姓 妳女兒的姓姓 妳的姓姓 我沒有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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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有這個機會妳姓姓姓 妳姓姓姓 妳好嗎 姓姓姓 姓姓姓 姓姓 姓姓 不行 沒可能的事情 十八個女兒要交一個二十歲 不是交一個七歲 不是交一個七歲 年齡不是問題 什麼不是問題 兩個人真心相愛是最重要的 我雖然是大年十五歲 但是我生日優勝 對不對 我十五歲幾十萬 我餐廳開 開到一二十歲 現在連鎖店開到一百歲 六歲妳的姓姓姓姓 妳的姓姓姓 我絕對幫妳安打好洗好洗 我幫妳保證 好嗎 我幫妳保證 我幫妳保證 主持人 我沒妳的保證 對 聽起來打保證 劍好是有誠意的 目前看起來 好像劍好真的很愛她女兒 好像年齡事實上不是問題 可是我覺得 年齡是個距離 她不是距離 可是她把她的女兒 就直接這樣帶走 不讓她跟家裡的人聯絡 這我覺得是有點不太對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年齡是有問題的 是 差距太大不行 對 差太多其實 你現在感覺很相愛 可是其實會有很多很多問題 比如說金錢 以後地位上或什麼 而且我們也不曉得 女兒的感覺到底是什麼 好 待會兒女兒出現 我們更能夠理解 如中呢 年齡真的不是問題 不是問題 不是有一個例子嗎 有一位八九十歲的研究院 相關的人員 娶了一個非常美麗的交集 不要說話 這次要得到諾貝爾獎 對 沒錯 但是我真正想說的是 健豪如果你想要娶的是 惠美的女兒 她有可能成為你的丈母娘的話 你應該對她好一點 你不應該對她動手動腳 怎麼樣 她都是應該是你的長輩 雖然你們年紀 可能是相同的 這部分你要調整 所以這個案例 聽到還是有這種很好的例子 是可以相愛的 所以惠美 你也不要一直覺得說 不可能 因為才不會離婚 她才有婚姻 她的婚姻還有婚姻 她沒有離婚 她還有一個小孩 那太大了 對… 所以你不說不了解 對 我女兒去餐廳打工 剛才去打工的時候 她的不知道怎麼怪 不知道什麼東西吃 吃到都不聽話 聽得很好… 現在都在那裡 現在女兒… 這什麼餐廳啊 這… 你為什麼要餐廳 為什麼我們女兒去你餐廳 吃個東西 吃得五個五個 現在整個都要跟你家裡 都要聽母愛的話 女兒是在我餐廳打工 是 那時候算暑假的時候 來打工 那我看這個… 這個女兒是乖乖 那我還沒說 所以 我們兩個來說算 兩情相約 我絕對沒有優惠她的意思 好 你這點我姓林說 你可能跟她的女兒 真的兩情相約 真的喜歡 不過剛才我們會妹在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說 你如果沒有離婚啊 你又有母就對了 對啊 沒有離婚又有母啦 你說你愛啦 愛用手工而已 我們女兒子 自從去那裡打工之後 都說經過我還在 妳要看我現在 已經在處理這個離婚的事了 好 這裡離婚處理後再跟你說 對啊 你應該先處理好離婚 再去跟別人談戀愛啊 好 所以她現在有一點點誠意就是說 以前談戀愛是一種衝動 至少有在處理 那現在已經在處理了 你等你處理後再打工 你現在在處理離婚 沒有可能處理離婚 我現在已經分枯了啦 分枝是分枝 離婚是離婚 你包包也好 你現在暫時在辦 離婚的事就對了 是 但是你目前真正還有母就對了 是 有母 分枯了 算說我跟母已經不感情了 不感情 不感情 她已經分枝了 是 我跟她這個女兒來說 算兩情相約 你說那個愛 為什麼你害她 現在沒有在一起 就是因為你 我跟妳說 為了你現在沒有在一起 妳知道嗎 妳太太 妳不要緊張 妳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我們這裡處理事情 我沒有緊張 不像妳這樣保護婚 不像妳這樣保護婚 什麼叫保護婚 我們希望 來這裡處理事情 把事情處理得很穩穩 這樣不是很好 這樣不是很好 保護婚 還要再打 你馬上說一下 我們的情書 妳的心理我們會了解 女兒子都不會聽媽媽的話 我一個女兒 我當時妳當然很受驗 不過不能再包下去了 妳現在說 妳女兒為了她都休息就對了 現在都沒有在一起 對啊 好 都沒有在一起 妳就是看妳們女兒太嚴 讓妳們女兒這麼壓抑 她這裡的那種 她跟她出走 而且妳們女兒 看白症的時候 妳對 她在自殺症的時候 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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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她說 你自己的母 你自己的母 你就是自己的那種問題 妳的母才不跟她認分 妳又叫什麼名字 小三 小三 小三是為什麼 她有自殺過嗎 有 為什麼 就是她跟我講 就是說她受不了這個 第一個學校的 學業的壓力 是 第二個就是她母親管 她實在是太緊了 太嚴格 太嚴格 太壓抑了 那她來我餐廳工作之後 打工之後 那我們就是 這個講話也很投機 講話也很投機 所以她自殺的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功課 功課比較重 還有就是 媽媽管了眼 壓力太大 所以自殺 自殺的當時是妳陪在身邊 我看到我救了她 妳救了她 對 我們女兒子自殺 為什麼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告訴妳 妳怎麼看 我不是妳們女兒子的救命 是人 她們女兒子 女兒子 她們女兒子的很大 肆意之間 都會負責 妳知道嗎 妳沒有感謝我 妳沒有感謝我 妳沒感謝我 我然後怕 怕像這個舞台 她怎麼不敢 怕像這個舞台 你是不是在那邊 會不會知道自殺這件事情 妳女兒自殺這件事情嗎 我們女兒子 如果不要叫她他 他不要說 他當心女兒子 他不說 那現在才第一次聽到就是了 所以剛剛男主角才會講說 我們健康才會講說 自殺的時候你人在哪裡 不過曾經他們有妥協過 就是要到 希望他都要去到你家 去了解整個事情 他都沒來就對了 對啊 他說自殺 他如果真的愛他 他要自殺是要跟我說 一定有遺照 有遺照 老的都不知道 你應該跟我說 你如果不是要遺照我的心態 你應該跟我說 他連年後生就去我們女兒 我們女兒有一天這樣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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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老的生命 我們女兒是 說我們女兒是 參與人家的財產 所以才會不會老人 是 你怎麼來 不然女兒就去我們女兒 你看她說愛 我告訴你女兒今天會這樣 完全我在想 你是單親媽媽 你不會讓女兒害怕 所以女兒女兒 你講這句話不對喔 不是單親媽媽就不會教小孩喔 這樣會傷害到很多單親媽媽 不能一概而論 是 那親媽媽是說很老 說她要找她媽媽 找她媽媽 那誰是妳媽媽 你憑什麼說她是妳媽媽 她十八歲而已 你幾十七歲 什麼她是妳媽媽 你覺得我不會聽你 沒有辦法 你覺得你沒有理會啊 現在女兒都在她媽媽就對了 對啊 她跟我們女兒子 乖到小姐妹的特色啦 不聽我的話啦 說要到我短暫 沒有什麼小孩的關係啦 如果沒有就要煮什麼啦 這樣就很矮 我說真的 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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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自小孩小三母爸爸 我可以讓她爸爸 當時跟她情緒的情緒 什麼妳有就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 妳前面都不知道妳走到家妳想什麼啦 妳還給我看出門 妳這樣害妳走到家 怕她在轉路妳知道了嗎 妳知道了嗎 我等一下要看出門 是嗎 我什麼所感啊 妳自己去問她 好 她剛剛是真心最愛 請妳性療法好不好 都可以跟我講的啦 沒有理由啦 都不用說啦 好嗎 妳性療法好不好 不可能的事 妳把她冷靜一點 不可能還是 妳給我女兒行我啦 不可能跟男女兒行你啦 妳聽什麼不可能 因為我跟妳女兒子是真心最愛的 妳女兒子已經玩十八歲了 妳自己有自己的思想 好啊 妳在幹嘛啦 妳在幹嘛啦 妳為什麼要打他 妳為什麼要打他 好 現在這個出來 這是什麼人 妳怎麼會這樣 小三 對啊 我是妳媽媽啦 可是 他 我打他妳看不慣 如果我是被他打妳怎麼樣 妳又怎麼樣選擇 妳怎麼還說妳不要酸甜 妳這麼難過的時候 妳陪過我嗎 是他陪我耶 什麼人打他 什麼人打他 妳不要打他 妳自己講啦 妳不要打我嗎 我如果不在乎妳 我現在送妳一十歲 我想要妳收高點教育 他跟他拚到五五歲 那妳拚小小 我再打他 妳說他好人 他是壞人 妳說他好人 媽媽要求妳 媽媽愛妳好 妳說我壞人 他好人 可是我等憂鬱症的時候 妳有在我身邊嗎 是他被在我身邊耶 多憂鬱症 妳怎麼都不告訴我 我都不知道 他才不告訴妳多憂鬱症 妳剛剛自己都不關心我了 我會賺錢 我會賺錢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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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 他帶我這裡 吃的 帶的 穿的 都我跟他有錢 都我跟他有錢 妳知道嗎 我替妳在家女兒 妳跟他有錢 妳在批 妳跟他有錢 妳說 妳說是不是妳要感謝我 今天妳女兒女兒 妳女兒會自殺 會這樣 妳跟她講 會我先見到妳的情形 妳跟她講 妳要非常大的情形 妳知道嗎 妳根本就不了解妳女兒 我為什麼 妳一點點就不關心她 我都不用妳感到擔心 我昨天我女兒我自己親 我幫妳保證 妳在家中的情形 我一定給她 妳不要再傻了 女兒 好 她是要跟妳騙的 會美... 妳還是要讓妳女兒說一些話 妳不能一味的 因為妳要知道說 她在憂鬱症 她自殺的時候 妳都沒有在生活病 為什麼變成這個原因 就怕妳今天要來釐清的事情 妳有小三來... 小三來講一下 妳真的愛上這個男生嗎 我認識了她 我才知道什麼比較快樂 可是 看我媽 跟我媽在一起的時候 她把我綁得很死 她不是讓我跟其他朋友出去 關係的只是我的功課 所以妳發覺 妳跟健豪在一起才有快樂 對 可是妳不知道她結婚了嗎 不知道 知道 她現在... 她說她為妳而辦分局 她說她會跟妳 妳相信她會跟妳在一起嗎 妳怎麼這麼說 妳相信她 不可能的事情 要妳找到妳了 她一定有她的困難 什麼困難 妳為什麼不能就相信她呢 妳兩個... 妳給她一次機會不行嗎 妳兩個差一十七歲 那又怎麼樣 妳想... 怎麼樣 妳這麼說 小三啊 妳當時為什麼會自殺 什麼原因 我那時候 就是一直在拚功課 就為了怕被她罵 是怕被媽媽罵 所以壓力太大了 壓力大 然後那時候我完全沒有任何一個朋友 我每天都躲在家裡哭 可是她都不知道 她沒有關心過我 我也不想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 好... 我們不要回憶那一段痛苦的那詞 那不... 美美媽媽 妳聽到女兒這一段 除了指責之外 妳沒有妳的心疼嗎 我們現在看得出來 都是一個很嚴厲的媽媽 對 女兒可能現在需要的是安慰耶 是愛喔 妳才會把她拉回來耶 我是為她好 是 我要讓她讀書 所以我自己本身不太太 可是她真的很苦啊 所以我希望她 以後不要跟我一樣的人生 對 我希望她的人生 是比別人更好 但是妳沒有看出來 妳越兇 妳把她越推出去 她需要的是妳的溫柔啊 妳未來媽媽 媽媽會好好照顧妳 媽媽會聽妳的心事 妳有什麼事跟媽媽講 媽媽從今天以後 會好好的聽妳 心裡想什麼 妳要知道她已經有老婆 現在雖然妳也覺得 相信說她會為妳兒分居 將來可能會娶妳 可是妳現在目前還 妳還是個第三者妳知道嗎 可是我成為第三者 我也很無奈啊 我沒有辦法 妳是因為沒有老婆 所以妳可能是 妳自己心理上妳才會清楚 妳有可能是把她當作 老婆妳愛妳知道嗎 妳會知道嗎 我沒有 我是真的愛她 如果一天已經看來 妳是美婦了妳知道嗎 妳可以給她嗎 好 什麼叫做愛 什麼叫做愛啦 反正回家就對了 回家就對了 媽媽我真的很愛她 不可以回家 沒可能的事情 怎麼我跟她在一起好不好 不可能 為什麼 為什麼 差二十七歲 這樣妳老爸都可以了 年齡有什麼問題 她特別好就好了 年齡什麼問題 年齡什麼 等到十年後妳就知道 年齡什麼問題 我覺得會不會媽媽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聽我說一句 我今天代表小三就是比較年紀輕的立場好了 就是因為 可能因為你們是單親家庭 所以妳覺得妳身上有更大的責任 想要把小朋友交好 可是長輩常常會有 都是因為 為妳好 為妳好 然後什麼都不 可是對於小朋友來說 她就會想說 我要去試 為什麼我不能去試 我就是要去試 所以有一句話叫說 皮球打得越大力 她要反彈得越高 她還小 外面的險惡她不曉得 我是要保護她 等她長大一點 等她大學畢業了 她要做什麼 我都按她的意思 妳可以給我我想要的嗎 可以 妳想要什麼我都可以給妳 那我想要她 我想要跟她在一起 那個是不可能 為什麼 妳在圍覽我 妳知道我為妳好 可是妳不是說 妳什麼都可以給我嗎 我什麼都可以妳 就是只有唯一 她不可能 為什麼 怎麼可能 年齡層差這麼多 妳跟她在一起 真的有愛的感覺嗎 就是男女朋友那種愛嗎 可是跟她在一起 我覺得很溫暖啊 溫暖是男女之間的溫暖嗎 還是 可能有遺情作用 像爸爸一樣 對 有沒有 你是把她當爸爸那種愛 好 小三 那妳現在決定 妳是想要說 跟著媽媽這一邊 還是要跟著男朋友這一邊呢 我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想跟男朋友在一起 不可能的事情 走 走 走 妳太太 請你姓男友跟妳女友 好嗎 請你姓男友 我 請妳姓男友 我跟妳姓男友 妳姓什麼是妳的 我跟妳姓男友 我跟妳姓女友 我跟妳姓女友 你聽我 妳聽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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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妳在拍什麼 妳把女友 我一定讓妳姓女友 不要 不要 我一定要給你們女兒 你聽我說 好嗎 不要 你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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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愛你們女兒 你們女兒愛我 我怎麼這麼愛 我告訴你 你這樣愛你們女兒 走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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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來 你先轉換好嗎 我告訴你 你不要害她的性戀 你害她的性戀 來 宣長 怎麼可能的事 我們不要全部都下去了 我們 你手上棒的 你女兒也會怕到 你這樣 你有什麼話說就好 你現在我只要說 你不要讓她 你真好到底 不過你千萬不能這樣 悠悠悠悠悠悠悠 不然你女兒去上場也不好 事情就沒辦法處理 不然你今天委託 我們也是白委託 我就是愛她 我愛她 你愛她 你愛她 你愛我的老母就對了 你聽我說 蛤 你聽我說 你愛她 你在旁邊 我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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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旁邊 我在旁邊 我在旁邊說 不要這樣 我今天來這裡 很有生意 要幫你處理 我不要怕你害怕 我不要怕你害怕 你在旁邊我就死給你看 你死給我看 我是你媽媽 你要死給我看 你女兒 你女兒我一定會幫你 你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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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真心對待她 我會真心對待她 我的真心對待她 妳女兒 你怎麼說 無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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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 好 你如果她也會 我們女兒 你讓她們溝通一下 妳現在到底在想怎樣 妳想怎樣 我想帶我女兒 我女兒 我女兒 你到底叫毀掉 毀被他毀掉 你知道嗎 好 不過 不要 不要 不過我告訴你 你聽我告訴你 你現在這樣 你現在這樣 沒辦法解決事情了 你將事情 再讓她更清楚 妳女兒 不知道我就說 安心心回家 好嗎 我已經很清楚了 不可能 每次都說了 你們都知道 她這樣 我會健康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她後來吃去 我是要怎樣 是 好 我就叫 你知道嗎 我現在隨便叫 我不能當家一樣 我會叫她太難了 你知道嗎 不過 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是逼你 我是愛你 我在救你 你知道嗎 好 好 媽媽 我跟你說 你覺得我現在是在救她 但是你們女兒 你們女兒 你們女兒 現在的意思很清楚 你不聽她 說幾句了 你要不要了解 事實的 會好得對得不對 她現在 她現在已經 一頭再進去 她已經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救她 所以我這個媽媽能救她 你們能救她嗎 你告訴我她 你怎麼救她呢 我不要讓她結婚 我不要讓她跟她在一起 你很久就沒有管她了 你現在要理解她的清楚 我很久沒有管她 對 我有能力每天在鎖著她嗎 所以說 我要賺錢 是 我要賺錢知道嗎 我沒有賺錢 你有辦法服大學嗎 你有錢可以吃飯嗎 不過你現在你們女兒子 也是媽媽生生的 成長的過程 你讓她自己有時候 讓她說 讓她聽 你跟她說 你跟她說婆婆 說哪裡不好 為什麼不可以跟這個大婆到底 你才說出萬人 你現在跟她一位 她不是再逃跑出去 楊凡 你懂什麼 你不知道 你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你只是現在知道這個大漢 頭到尾你不知道 是 你都不知道 你現在只聽他們的片面 媽 如果你愛我 她是我生的 你就讓我跟她在一起就好了 跟她在一起 跟她在一起 我不希望等到幾天後 看到你哭哭啼啼的回來 這樣我會心碎 你知道嗎 我現在心碎就很痛 不會 媽媽 你為了一個男女的光 讓媽媽先跳 好 為了不讓你心動來 我們還是回到舞台上 來釐清一下 更知道一些狀況 更了解一下 來...先回去... 好 先回去一下 好 好 好 媽媽剛剛毅然決然的 就希望帶走自己的女兒 來... 你才不是我這麼說 我雖然不太了解 你們的內容和故事 但是我看說 我覺得你今天委託我們 就是希望能夠把事情給處理 除了你讓... 你讓我們小三知道說 這個大夫 今天那麼多人 他還有沒有 也不是我還沒分久 這個還沒離婚 你放他不要上處 剛才這件事 你應該還要讓小三知道說 你到底了解多少事情 為什麼要讓他們 當中的主要的原因 你們還有沒有 不是只有這件事 我們就叫女婦家 不能跟她當中 讓女婦家親身了解一下 好不好 小三 這樣子好了 你先休息一下... 我讓你休息一下 好 要不然... 你這樣也很辛苦 媽媽不要再抓她了 好不好 可是我們真的能體會 媽媽的辛苦 是 婦女心切是本來就是的 是 但是... 如果我們現在在說 媽媽...小三怎麼怎麼樣 我覺得媽媽聽不進去 對 不如現在讓他們靜靜一下 對 到底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 是媽媽跟她說 楊帆 你只是看到片段而已 還有什麼其他的故事 證人或證物 一起把她說清楚 因為你現在要小三離開見豪 小三不可能了 所以現在慢慢 你一件事情一件事情 讓小三說 這個男婦為什麼不哭 他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怎麼哭 媽媽說 媽媽說 媽媽說出來 妳不知道一定要了解 因為她有沒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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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後生 還都求我們女婦 說我們女婦是少少生 說我們女婦是財民家的財産 蛤 誰年差那麼多都不可能 你太太 這件事 這件事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們女婦為了這件事 也沒辦法宣容我 你知道嗎 你如果女婦就沒有女婦 你為什麼 你告訴我們女婦 你女婦還不知道女婦 你女婦還不知道女婦 你女婦還沒有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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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婦還沒有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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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現在告訴她 她的女婦 經常去婦小三就對了 小三再來一下 她的兒子有跟你相處過嗎 有 叫什麼名字 小寶 小寶 她有常欺負妳嗎 就媽媽說有沒有常欺負妳 有 有 這也是媽媽擔心的 怎麼欺負 怎麼欺負 妳覺得怎麼欺負 諷刺我 諷刺妳 她就說我是狐狸精啊 第三者 第三者狐狸精 所以常用這樣的話 來諷刺妳就對了 她的兒子有說過 妳要掠奪她家的財產 這樣子的話嗎 她有這樣對我說過 可是我沒有 我不會 我跟她在一起 並不是為她家的財產啊 所以她兒子有這樣說嗎 對啊 她有這樣說過嗎 有 有這樣 小寶有這樣說過 對 還有沒有 沒有了 是沒有了還是不想說 還是不想說 還是現在可以說 對 妳現在有什麼都要說 妳要說 妳要說 妳要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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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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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說沒關係 妳不說沒關係 我們叫小寶 說看看 來 一起歡迎小寶 來 好 小寶 在嗎 在裝嗎 在裝啊 不要動手動腳 來 好 說話 我真的愛她耶 我才跟她在一起的 妳愛她半年 她長得那麼醜又那麼老 她丟我錢耶 她是你爸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啊 她就真的丟我錢啊 而且她把我媽講成那樣子 要不是剛出 媽跟你一起在菜公司 她沒有幫你的話 你會有津貼嗎 她根本什麼都不是好不好 講話都要客氣一點 你給我閉嘴 老正是關你什麼事啊 你給我做好 這邊沒有一個事 她是哪個帶來的女人 你給我閉嘴 她是那個女人 這邊沒有一個事 她是那個酒店的 你給我閉嘴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哪個酒店 我不准你侮辱她 你連你的兒子都管不好 你說你愛我女 我兒子的事 我自己會處理 妳要來 我自己會處理 我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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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我女兒 小寶 你給我做好 我不要這個狐狸精 等你到老爸 等你到老爸這個年齡的時候 你就了解老爸的心情 我不想了解啦 你知道我的感受嗎 我在學校 學校同學來我家玩 來我們家玩喔 第一次就看到她 坐在你的大腿上 他們以為是我的女朋友 說老爸跟兒子 用同一個女人耶 你不要臉就算了 我還要臉耶 我還要臉耶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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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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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會處理這個事情 小寶 你為什麼覺得 小三是來奪你家家產 我爸長那麼醜 那麼老 他就只有錢啊 你說我只愛錢 你說 沒有 沒有嗎 我真的愛他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對 你好的街上全部都是 你可以到街上去找啊 幹嘛找一個那麼老的 來破壞我家庭 我們有家庭耶 為什麼要破壞我們 你是狐狸精 我不是 做好 你有沒有聽到 我不是 媽 敢搶我家財財 你為什麼要一直罵我 你聽什麼答案 你一直罵 你一直罵 媽媽 我是男人 講話客氣一點 講話要文雅一點 什麼客氣 你都對我不客氣了 為什麼我要對你客氣 好… 他就這樣子 常常這樣子取笑你就對了 所以你是狐狸精 他剛剛也講的 對 就這樣子是不是 搖頭什麼意思 不止 是不止嗎 還有沒有什麼行為上的 好 請說 你才不夠格 你才不夠格 小寶 太好笑了吧 爸爸來問 來問一下 小寶 你講清楚 有沒有這件事 爸 你要相信我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是為了要趕走他 我並沒有非力吧 你有沒有對他做些什麼事 沒有 絕對沒有 好 小三來說說看 他到底對你怎麼樣非力的方式 拜託你趕快走好不好 不要來破壞我的家庭好不好 你說來 說清楚來 非力什麼 怎麼非力 他碰我 碰你哪邊 對 你自己知道 你說 誰碰你哪邊 他沒有人會說 就請你說了 他摸我胸部摸屁 你敢說沒有 沒有 你敢說沒有 沒有 你竟然做這種事情 你要怎樣 竟然做這種事情 聽我說 我幫你鑑定過了 你敢 他沒胸部 他沒胸部 他沒屁股 你敢... 他沒有胸部也沒屁股 什麼料都沒有 你可以丟了 好 你真的很不要臉 什麼不要臉 你那兒兒子都管我 你不夠格 你那兒兒子都管我 我會處理這個事情 你看 不過今天我剛好來 剛好來這裡 沒有都不知道了 我知道 所以現在也了解 也了解 所以健豪你也了解 兒子的行為 真的影響到了 所以媽媽當然更不放心 把女兒交代給你 所以說 在家裡 小三常常被小寶欺負 我們現在證明是絕對有 肯定是有 還有嗎 還有他的太太 是 他們太太都還不離婚 和他們太太連絡他兒子 來求婚女兒子 他幾個都求婚女兒子 你敢對 哪有可能我們放心 沒有地位 沒有地位 你不要怎樣 我敢 我敢不敢 我敢說的啊 我敢不敢情 英文已經成了 現在已經分開了 我現在在辦 離婚 在辦 不敢情是你們家的事情 你身份證裡面還不離婚 辦離婚都會不辦好事 我告訴我 但是你相信我 我絕對會帶你們女兒子 你告訴我都沒有 你告訴我都不是你 我會好好照顧 我沒有相信 我帶不下去 他現在可以給他 給他一次機會 機會 我不會讓你當媽的 你自己就會哭著回來 機會 有一點你就會哭著回來 他說打我女兒子 他打打你女兒子 對嗎 他一直打你 好 小聲站出來講話 站出來講話 有嗎 有沒有 他在那邊打你 他在那邊打你 有 對啊 他不是整天這樣求你 你要為 好 為什麼打你 來 為什麼打你 他有一天回家 對啊 然後看到我 他就衝上了起來呼呼巴掌 原因大事 你搶他老公嘛 是不是這意思 是啊 可是 我也很無奈 我沒有辦法啊 好 也很無奈 所以你媽 你知道說你媽打她的事 你知道嗎 正好 知道嗎 沒有 我就知道 沒有 我就知道 對 但是 你有解決嗎 但是我把小山保證 我絕對會處理好這件事 我要給他 正好 你保證來 保證去 都沒有一些事情做到 你剛才說你要保證 要保證 你保證多少次了 好 現在我們的 如莊也是說 大家都說保證 從頭到尾都沒有 沒有辦法解決 好 能不能解決 有辦法解決嗎 他在說的 現在大家都沒關係 是不是 對啊 好 我們請姻母出來 姻母可能 我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你母叫什麼名 莉娜 一起來歡迎莉娜 好 莉娜小姐妳好 妳是怎樣 嗨 嗨 妳在幹嘛 妳不要這樣子 莉娜妳不要這樣子 好 莉娜 我跟妳講 用講的 妳給她打我打的還不夠是不是 我們夫妻緣分已經盡了 同床異夢 對不對 我們在一起 又有什麼意思呢 勉強在一起有什麼意思 我們夫妻做不成 也可以當作朋友 好不好 請妳成全我跟小三 好不好 求求妳 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 妳今天帶一個小學戶回來 她今天還十八歲耶 那我這樣子 如果這樣傳出去的話 給人去看到人家怎麼想 那讓我很難看你知道嗎 朋友也會笑我你知道嗎 親情也會笑我你知道嗎 這點我知道我是對妳比較抱歉 可是我跟小三是真心相愛 希望妳成全我們好不好 妳又不想要看妳現在 已經自己幾歲了 還帶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回來 妳是故意侮辱我嗎 琳娜 這點我是對妳比較抱歉 但是我跟小三真的是真心相愛 我們兩個緣分已經盡了 好不好 求妳成全我們 可以嗎 不可能的 為什麼不可能 好 那之前講的每個月 剩養費給十萬塊 現在我要求要五十萬 不然的話就不要 不可能 就是十萬塊 好 曾經有妥協過十萬塊就對了 是 好 那麗娜 妳現在希望要求到五十萬 妳就是故意要 刁難 刁難她嗎 對 五十萬是不可能 五十萬是不可能 她什麼可以說的 來 但是 就是說我跟麗娜 這個雖然做不成夫妻 但是也可以做朋友 好不好 求妳成全我跟小三 不可能的 我跟妳在一起這麼久了 妳竟然背著我跟那隻胡錦在一起 然後竟然嫌我老又醜 所以現在不要我了嗎 兩個人已經沒有感情了 勉強在一起 妳不覺得這樣子人生沒有意義嗎 求妳成全我們 一個月 一樣 我照以前的表現給妳十萬塊 好不好 五十萬我就答應妳 十萬不可能 好 什麼都不用講啊 不用講 那我們就來耗著 我們就來耗著沒關係 反正我時間多嘛 我現在也不準備要再 麗娜我求妳好不好 不可能 求妳 給我跟小三一個機會 好不好 可以嗎 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能的 所以麗娜都沒有空間了就對了 要妥協 大家妥協 各退步 好不好 我覺得可以啊 那我要錢啊 但是妳講五十萬四十大開口 我沒有辦法做到 不可能 妳自己太太家庭的事情 都搞不定了 沒有辦法處理好 我從頭到尾都聽妳說 我會負責 我會負責 妳負什麼責啊 這是我家裡面的事 我自己會處理 好 自己會處理就對了 對 好 家裡自己都管不了了 妳怎麼管到我的女兒去 對啊 妳自己家裡都管不了 好 對我妳有負責 五十萬 妳休想和她在一起 那又簡單要問妳說 真的五十萬就可以在一起嗎 對 就為了錢 對 沒有感情啊 沒有了 反正我覺得 也許麗娜也覺得她老公 就是付不出來 所以她在開這個數字嘛 對 也有這個感染 這是刁難的意思 對 好 這個需要 我們 好 見好妳自己回去思考一下 好 就為了這個 我女兒竟然價錢一塊五十萬 你不要的話我就在交囉 這是我們家裡的事 我們很好的事 你很好的事 你很好的事 你不要給我家錢五十萬 我給我家錢五十萬就買了 這是我女兒竟然 我家的事 你跟妳完全無關的 我會處理 對 這不一樣 對啦 那無關的啦 讓她先去處理她家 她跟她的部分先處理 這樣比方五十萬代表 跟小三在家裡的感覺 好 我們先這樣 最後我們讓你說一句話 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小三說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不屑 不說 好 請坐 這個時候最後 其實老婆出來講得很簡單 那個家裡的問題 你自己要解決好不好 到底你們散賞費要怎麼付 跟老婆之間 最後分居 最後要不要離婚 離婚最後的結果 有沒有小三 這個都是你們自己 後面要去處理的 這裡做男人 要單單的起這個問題的 那媽媽 你現在看到這麼多問題 你也告訴我們 問題有這麼多 最重要的原因是 小三要做抉擇 因為小三是可以抉擇的 唯獨能夠抉擇的一個條件 好 這個抉擇 我們待會再聊一下 我們先請我們陪審團 給建議書好不好 首先我們給惠美的建議是 我們知道你養女兒 確實很辛苦很偉大 但請你也要顧及到 你自己兒女真正的性格 及意願 第二點 要聽給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就是溝通的方式 不是只有責罵一種 我們給建豪的建議是 要解決和女友的父母的隔閡 人是得持續不斷的溝通 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就是要做 第二點 保證不只是 不該只是用嘴巴說說而已 你應該用行動 來恢復大家對於你的信任 因為我們今天聽到你說了 太多太多的保證 保證了 那麼給小三不算建議 我們應該說是 大人對你的呵護 那就是 愛情可能真的是一種衝動 但是它並不是你想像中 這麼這麼的單純 希望你好好的保證 待會好好地做抉擇 好 謝謝如中 謝謝三位陪審團 好 小三要做抉擇 我們沒有那麼殘酷的抉擇 小三 我們請你做抉擇 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到底要回到媽媽的身邊 還是要回到男朋友的身邊 那你即使回到男朋友的身邊 也是希望你跟男朋友 一直妥協來 能夠讓媽媽能夠理解 你如果回到媽媽的身邊 也希望讓媽媽能夠體諒你 喜愛見好 有一天能夠成全你們 而不是完全毅然決然的 完全是那種否決的一個抉擇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大膽地做一個抉擇 好不好 希望靠到哪一邊 再跟另外那個人 做一個最後的溝通 好 小三來做最後的抉擇 來倒數十秒鐘 好 時間到來 小三 請抉擇 你難得就不能為了我 付你老婆五十萬嗎 我付五十萬當然是 真的對我來說 壓力真的太大了 五十萬我真的拿不出來 那如果 我懷了你的小孩 你也不能付那五十萬嗎 什麼 你懷了我的小孩 我怎麼都不知道 小三 我怎麼都不知道 你不理會我 我怎麼跟你講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你怎麼沒有告訴我 你懷了小孩的事情 你懷了他的小孩 把他的小孩給拿掉 沒有 你們再把他拿掉 你不要管啊 你不要管好不好 現在要做抉擇 來 媽媽讓他講 來 是 小三 你說你懷了兩個月的小孩 是不是 對 好 你繼續說 來 如果你現在 好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你不能給我個答案 我就把小孩拿掉 好 你自己好好做決定 好 好 好 最後小三講了 還有兩個月的生孕 有像那樣 男主角不知道如何做抉擇 好 給他一個月的時間 如果他不能去解決這個 五十萬的問題的話 他要把小孩拿掉 是一個殘忍的事情 那最後如中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抓住其中一個重點好了 那就是 如果父母想要管教你的孩子 或希望你的孩子回家 你越是放不下自己的面子 越是責罵他 越是不停不停地批評他 你的孩子就會離你越來越遠 所以想想看 可不可以除了責罵之外 有另外一種溝通的方式 不是要你委屈求全 不是要你刻意溫柔 可不可以站在禮字上面 真正為孩子著想 把孩子當作籌碼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應該他應該去看清楚 愛情的本質 他是愛這個健豪 還是把這個健豪當作一個 譬如說他的家產之類 或是把小孩當作籌碼 來去賭這個愛情 其實我覺得他是仔細思考一下 他自己本身到底要的是什麼 畢竟他才十八歲 對 好 所以在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常常出現很多的問題 我覺得問題就是去面對事情 就會結束 所以要面對我們真正的問題 是最重要 今天謝謝您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也謝我們今天三位陪審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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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謝謝 謝謝 謝謝